今天我已经跟我男朋友说过了 我会来到这里 但是我不太想跟他有一些身体接触 或者是一些难堪的问题 毕竟我来到这里 男朋友已经非常生气了 一年多了好聚好散 请问一下你们都是什么星座 狮子 白羊 我记得狮子和白羊是一对 皮肥度很高的星座 为什么不是这首 星座其实有时候也不准了 而且这地方得看人 是啊 星座这个东西得人家看得上我 才能配得上 所以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我喜欢上别人了 我已经跟他坦白了 算是不必分手吧 所以他是哪个地方比我好是吗 让开 也不是哪个地方比你好 其实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只不过我跟他在一块会比较开心一点 其实像你一样啊 小孩一样 而且我喜欢上他 我已经跟他坦白了 也算是不耽误彼此时间 达到我们的约定了吧 约定 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在恋爱当中 如果喜欢上了别人 或者不喜欢对方了 我们就会合并分手 不耽误彼此时间 好 对 你是约定了 那我问你 你是喜欢他多一点 还是喜欢我多一点 你说呀 你说呀 当然是喜欢他了 怎么了 国家规定了吗 是一个人就要永远在一起吗 而且我就是跟他在一起很开心 我跟你在这儿 没有得到我的幸福 你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 不想跟你耗了 我觉得你俩 应该先冷静一会 男生我想问你一下 当初你也是接受的吗 对 当初我是接受了 我当初以为 他是在考验我 我没想到有一天 我们真的会不会上了 我是认真的 我感觉你在我旁边 就像一个20岁的巨英一样 像我XX一样 在照顾 我不像他XX了 你知道我正是因为爱你 我才在你面前表现的 像一个孩子 你知道吗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很不成熟了 这一个人 我每天都在翻他的微信 听他的语言 每天晚上疯狂刷他的朋友圈 你知道吗 我每天晚上都失眠 我总想着 他在我旁边 我会抱着 但是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不是你说的吗 可以不喜欢 但一定要砍仇 我还以为那个人会是我 我就是太喜欢你了 我受不了 怎么办 你冷静一下 谁不都有失恋的时候吗 慢慢走出来吧 而且我来到这里 跟我男朋友已经吵架了 我来到这里 就是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然后我们好聚好散 好聚好散 那你告诉我 我们两个之间 一年的感情算什么 我已经身陷其中了 你知不知道 你能别闹了吗 你不先丢人 我还先丢人呢 对 那个 刚才我态度不好 你别跟我一样了 你别生我气了 行吧 谢谢 我家没有一条法律 是让我们非点在一起的 能不要纠缠我吗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行吧 我他没有一个人 我来电话了 咱们已经说到这了 分手 分手 这不是我的决定 怎能放心 伤害不朽的感情 我只想他 找个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